他来了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NBA记者Ethan J Sconic报道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热祸正在和火箭谈判追求 詹姆斯哈登 是否打包邓肯罗宾逊成为主要分歧点 热祸不愿意送出邓肯罗宾逊 火箭在媒体泄露了本西蒙斯的消息 希望从76人得到更多筹码 目前火箭已经得到一些有吸引力的报价 另一位记者ScoopB报道 火箭和76人的谈判中 包括的筹码有本西蒙斯 今年的21号秀特雷斯 至马克西核选秀权 76人 蓝祸 猛龙 独行侠 热祸都是哈登的追求者 从火箭角度看 热祸和76人是领跑者 篮网的筹码远远落后其他球队 火箭在利用热祸的报价 以76人提高报价 他们想要西蒙斯 塞布尔和至少三个手轮签 而76人的报价 是要么西蒙斯加一个手轮签 要么托败厄斯哈里斯 两个手轮签加其他薪水 匹配合同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 我扔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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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扔责